长崎深耕地方的淡水马街医院 昨天在区公所特别举办了一场 社区整体照顾服务支援的联系会议 现场邀请了许多的社福单位 包括了社福社会局各里长 还有社区发展协会也都到场参加 然后院方也说到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北海岸的长者照顾资源 可以达到更有效的整合 淡水马街纪念医院长崎深耕地方 提供医疗服务过去几年 更投入长照社福当中 而在淡水不仅是承接公共托牢中心 还有三处的社区关怀据点 为了要让淡水北海岸的长者 照顾资源可以更加的有效整合 在昨天下午在淡水区公所 举办了一场护卫一家人 社区整体照顾服务体系 淡水区资源联系会议 现场有邀请许多社福单位 还有包括了是政府社会局 以及各里里长 还有社区发展协会都到场出席 除了我们提供服务以外 我们希望可以在地化的跟一些里长等等的 这边我知道淡水区有一些社区关怀据点 很多里长都希望能够对那个里民 能够有一些长期照顾方面的照顾 或者一些志工的培训 或者等等的这个部分 所以希望有一些据点的一些活动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在这一部分 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协助 或者成立站的部分 马街医院表示在淡水 有许多里长还有社区都有举办共餐 或者是关怀据点等等 因此在这一场会议 就是希望可以整合这些资源 并且由马街医院这边来提供协助 也促成更多的关怀据点 以及加强现有据点的长者课程 对此驱公所也相当支持与赞同 那这一次淡水驱公所 以及淡水马街医院 也在我们新设立的益山活动中心 会设置一个益山的托老中心 那借由这次的会议 我们希望结合我们在地淡水的社福团体 就是社福照顾机构 以及公所的闲置空间 或者新设的活动中心 来建立一个安心托老的一个环境 让我们的长者能够在我们的淡水区 能够找到一个合理安静 友善的一个托老环境 公所表示 未来马街医院也会在即将完工 启用的益山里活动中心 成立淡水第二处的公共托老中心 而这也代表淡水对长者照顾的用心 而院方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会议 来分享目前中山里 以及镇德里的关怀据点成果 让大家可以加入长照的行列 记得许端一带许实在谎报道